今天這個奇香芋頭炒飯 看到有很多香的東西 這是櫻花蝦和蘑菇 這兩樣是飯最基本的味道 過了解炒飯,最重要是甚麼呢? 炒飯 很小啊 對,就是飯 我現在拿了我要的飯的份量 大家都不忘了 都是隔夜飯 好,我的炒飯有點特別 這也是一個秘訣 是否很少可以這麼快出秘訣呢? 兩顆蛋黃 我的秘訣就是兩顆蛋黃 然後倒進飯裡,先拌飯 令飯有一個金黃色 炒飯是拌蛋漿嗎? 我以為是炒飯再加蛋漿 還是你們的步驟錯了? 我們先拌好 拌好蛋之後再炒 然後就會粒粒分明 還有粒粒米都是金黃色 明白 這個很重要 好,我們剛剛開了火 我們先不要下油 先烘一烘蝦 因為這個蝦是曬乾的蝦乾 放在鍋裡烘乾 烘香 還有先把不好的味道烘出來 我覺得上這個節目 我自己增長了不少知識 首先我已經不覺得蛋黃 好,現在先放一些冷飯 然後是第一時間做櫻花蝦乾 對 因為放了油之後 就變成是炒它 而且油是將它由外加熱到來 明白 如果它有噴味的話 就會令到油有噴味 蝦就會有更大的噴味 好噴 這個時候就由它在那裡烘蝦乾 我們表面有一些豬肉碎 我們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味道 也不算叫醃 然後蠔油 然後這個是酒 是一個去酥的作用 這些新鮮的蝦就拿幾隻出來 因為我不想圓隻這樣吃 我就會切粒 炒飯時間短 它很難把整隻入味 除非你一早醃好的蝦 所以把它切小一點 就更容易入味 Mission,你自己多不多煮食 我是很喜歡煮食 給我身邊的人吃的 我試過煮番茄炒蛋 我家人試過說 這些番茄炒蛋太番茄 真的太酸了 但我反而很喜歡吃番茄炒 就是那些一坨汁那些 很送飯 就是它 煮食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才可以吃 我們現在偷一點肥膏 這是剛才的豬肉 偷一點肥膏 炸豬肉出來 豬油炒飯 對 因為其實… 因為豬油和胡椒 其實很搭配 很好吃 加起來 先煎豬肉 Miton,你有否喜歡煮甜品 中餐、西餐 沒有 有選擇嗎 我喜歡煮實驗性的 例如我煮菜肉包 例如大家會用中式的燒酒去煮 入豬肉 像煮威士忌 真的,煮威士忌 我甚麼都煮 總之有奶味的東西 沒有奶味的東西 總之是酒 但那個… 即是走錯了就有地獄了 不 好吃 我覺得小橋的概念很好 因為煮食,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不相信有一個人 一開始就煮到神級 但你有嘗試的心 在過程中找屬於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食材 自己的食材 就這樣混合一碟 好,這個時候 就倒了我們剛才炒的蘑菇 冬菇 芋頭 一些洋蔥頭碎 乾蔥頭碎 先放進去 有些香 對 然後倒入蝦 然後倒入豬肉碎 好 好 材料全都齊了 轉筷子 為甚麼 因為我習慣了 我覺得這樣可以搖到最底的東西 然後把它融合 其實就這樣看 炒飯已經… 對,已經分明了 對 但炒飯怕不怕很乾 不斷蒸水 怕的 所以我剛才說過 我們這個炒飯是有點濕潤厚感的炒飯 這個時候我要分享第二個秘訣給大家 大家有沒有很奇怪 為甚麼中間好像刮了一個地中海 那樣的東西 這個洞其實是有用的 有甚麼用呢 叮叮叮叮 就是水了 由於每一樣東西都有味 所以我們現在加少許豉油 倒入中間 蓋上蓋子 很棒… 讓水熱 一熱就會出蒸氣 將飯再半蒸半炒 這樣蒸 進去 所以飯就會有濕應的口感 你看到蓋子的水蒸氣 開始蒸進去嗎 大概一分半至兩分鐘左右 水就會消失 我們就可以乾拌飯 最後加了蝦乾 加少許蔥 加少許白胡椒粉 調味就完成了 劉瑞剛剛用到的疫苗密集 大家家裡也可以做得到 她很聰明 將米飯和蛋黃混合在一起 我們知道米飯主要是澱粉 蛋黃就有很多蛋白質 在高溫下 美娜反應可以快速進行 所以米飯就會非常香 顏色也是金黃的 美娜反應要避免太多水分 所以用蛋黃 而不是用蛋白 因為水分很多 這麼好看的節目 在哪裡找 下載香港開電視APP i-cable流動版 同上hkopentv.com就有了 想不到你都懂些東西 看吧你